就收点你手续费嘛 之后前段看了个电视剧 电视剧里边要签那个恋爱协议 然后他也要跟着签个恋爱协议 是这样的 我有一回看一个电视剧 觉得很有趣 然后里面有一个律师 说的一些事我觉得很认同 然后我就搞了一个恋爱协议 但是后来不是没做吗 也没签吗 没签 我今天带都带过来了 我想让大家参考一下 你咋这个还带过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 里边的协议是要扣钱的 别着急 一 男的不得乱花钱 不得与不正当不法人士交往 打闹吵架 少吸烟少喝酒 二 甲方 甲方是 甲方就是我 乙方就是他 甲方应该表现出 男人的豁达与宽容 包容乙方的所有缺点 甲方应该注重正当事业的发展 不得无所事事 就是踢球踢太多了 甲方应该经常性地拥抱乙方 要经常对乙方说 亲爱地等 能够传递出亲密情感的话语 甲方不准同任何十六岁以上 四十岁以下 无血缘关系的女性 单独过夜 甲方绝不允许一脚踩两船或多个 甲乙双方平均分配家里的劳动 并认真完成 此协议加以双方各制一份 生肖之日起 双方各自拥有一百分 每违规一条扣一分 罚款五百元 本协议有效期 从生肖起至双方领取结婚证 自动升级为婚姻合同 这个 这个协议到最后也没签 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有一个劳务要共同分配 他在家不干家务 所以说他就没签 是他没签啊 对 他本来要逼着我签的 我们本来是说好的六四 他希望是五五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 家务这块没有分好 所以我们就没有签 这事我们就过去了 他签了合同 里边还涉及到金钱 就是你违反这个合同 然后要扣钱 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 把这个钱就看得比我重 那是我想的 把这些钱攒起来 以后未来之需 可以抗风险能力高一些 姑娘 你是不是对未来的规划 属于那种比较严谨的那种人 是的 就我对人生稍微有一点规划 从我比较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计划好了 大概要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好习惯是从多大养成的 大概是十八岁 你人生要做哪些事情 我是有一个人生梦想规划清单 然后里面会写一些 我对未来的规划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那个 他还不让我看 里面都是比较隐私的东西 像什么控制自己的三维啊 体重啊 还有他自己的人生 每一年每一年完成什么计划 他都写在里面 但是有一项 我就非常不能理解 就是他写的是 从这个谈恋爱 到订婚 到结婚 然后到坐月子 到生孩子 他全都规划好了 我跟他谈恋爱那段时间 刚好就是他写的计划这段时间 我就很纳闷 我到底是他计划中的 按照他那个计划 你们现在应该走到哪一步了 按照他的计划 今年年底要结婚了呀 是订婚 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认识也是一次偶然 并没有说规划之中 而且我这个计划 在十八岁之前 就已经规划了 大概一个模拟 我相信现场 很多人都是一样 我大概要二十八到三十 没有 我没有 你有过吗 没有 就大概嘛 平和老师有吗 比如说我大概 你有吗 我们五个人没有 你有吗 我当然没有 我们六个人没有 社交老师你有吗 你有吗 我们这个现场的人都没有 其实是大概 我说的是二十八到三十之间 他中间有大概两到三年的时间 希望这段时间结婚 并不是说必须今天 他规划完了以后 就要我配合他去完成 里边的很多小细节 都具体到每一天干什么 我都要配合他 真的假的 他那本特别大 跟成语字典那么厚 然后这么大一个本 里边列得特别详细 那是我写个人的 什么我的个人计划 我的愿望清单 然后我的信用卡 的那个账号密码 还有那个积分兑换什么的 你不应该看人家的这个计划 你怎么能看别人的 你为什么看我的 我现在还能在鼓里面 我之外他连孩子都写了 就写到孩子 到时候要上什么中学 上什么小学 我只是大概规划 我是想生一个胡宝宝 然后呢 他可能两岁三岁 这样子要开始 接触英语环境 学英语 幼儿园和小学 初中都是以英语为主 双语学校 然后考雅思 大概在高中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 去哪个国家去留学 我大概一个规划 并没有说一定要强制他 他的愿望 他的爱好 我是尊重他的 只是我给他 大概的一个规划 首先得想到这一步 做不做是另一回事 要想到 哎呀 此惨行贿呀 哎呀 我们真是白活了 你看人家站的这个高度 站在那儿 一眼望去 孩子的未来 看得清清楚 应该很欣慰呀 我感觉现在就好像 提线木偶一样的 就什么的 他怎么规划你的 每天我要配合他 完成这些计划呀 他都让你配合一些什么 就比如说 年底要订婚呀 然后明年要结婚呀 生孩子要备孕呀 不能喝酒 不能吃什么的 就乱七八糟的 一堆东西